《中国文艺》 欢天喜地 迎新春 五湖四海 共团圆 小匹 向上 妙语年初 报笑连连 话记 反创 经典回故 惊喜不断 《中国文艺》 2019年春节系列节目 迎新春 欢乐嘉年华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博翔 六岁开始登台现役 由于师父的言传身教 和超乎寻常的相声功底 使他成为了业内 备受尊重的相声界 第六代掌门人 他八十岁高龄 还能表演高难度的相声段子 也是业内首屈一指的 快报催准 是他相声的特点 这也是观众们 对他的相声 百听不厌的理由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博翔 1938年出生于北京 为了虎口 六岁开始登台现役 十一岁拜相声大师 赵佩卢先生为师 苦练相声基本功 由于师父的言传身教 和超乎寻常的相声功底 使他不仅仅成为 令业内尊重的相声界 第六代的掌门人 也使他很早就成为 各种级别相声大会的 船底演员 他黄口之灵 登台现役 迅级走红 成为同龄人所不及的 业内第一 他无论在南方 北方 还是在工厂 农村 部队 学校 演出效果总能使现场火爆 他经常把最新发声的 国内外大事 在他的相声中体现 他涉足艺术 体育的各种领域 水平堪称专业 他八十高龄 还能演高难度的相声段子 业内屈指可数 他的特点 快 爆 脆 准 他的相声百听不厌 你怎么造成这个国家 因为有的老观众 知道 我这个老头是两个迷 什么呀 我第一个是京剧迷 对 我最崇拜的就是京剧 是 再有一个 我是个足球迷 我最爱看足球 我也踢过 什么叫长冲远调 两亿包抄 头球百度盘带过 人二过一小怕刺 开脚球任一球 边线球定位球 十二码 法点球远射近射冷 各不射 凌空一脚到勾球 好 我踢了三十八年球 有一最大特点 什么 英雄没踢你 上一回啊 踢了一回 我拿脑袋一顶 进大门了 挨一大嘴巴 怎么 进自己大门里去了 好 乌龙球 我确实是爱看足球 喜欢 跟大家汇报一下 今年的六月十四号 最现实的 到七月十五号 这三十二天世界杯足球赛 在俄罗斯十一个城市 十二个体育场 举行了六十四场比赛 最后冠军是让法国拿了 不错 亚军是格子军 克罗迪亚 这么好的比赛 我老李能不看吗 我的朋友也都是足球迷 是啊 他们有在中国 有在外国大城市住着 有在外国首都住着 有在外国的个别地区住着 我提前两月 买了二百多张票 我坐着飞机 给他们送票去了 所以说 借此机会 我周游了一趟世界 去了二百多个国家 是啊 哎呀 太棒了 我说 各位观众朋友 今儿我说 您来着了 是吗 这是咱这么着啊 咱就让李老师 把他倒过的世界各国首都大城市 一共这二百多个地名 在这儿给咱说一遍 怎么样 你们愿意听吗 愿意 我这样一来啊 我是跟观众们互通互通的感情 在互动 我能不说吗 对 既来着所干着 好 但是说的之前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说明 您说 我年龄偏大 哦 八十一岁了 对 万一我的气力达不到 或者说着说着 稍微有一点儿干嘛的话 我从头再说 请大家能够谅解 嗯 理解 可以理 理解万岁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呀 就是我旁边的师弟 嗯 您看我到现在说七百多句话了 他连十句话都没有 到时候一块儿跟我吃盒饭 那 当然 可是有一样 怎么 我说了半天了二百多个城市 嗯 说完了之后 你也数不上来 是一百八十五啊 是二百零一啊 你不白费了吗 这您放心 嗯 我的数学比较好 哦 这么着 嗯 您在那边说 嗯 我在这边数 嗯 等您说完了 我也数完了 然后我就告诉您 您一共到过多少个城市 说 我说的快啊 我数的快 有很多的热心观众 给我取的个外号叫李快嘴啊 说的快 我说的还是快而不乱 慢而不断 你数不上来 我数的快 我可坐着飞机说的 您就是坐火箭 我都数得上来 开始说 来吧 你听着啊 听见了吗 没听见 还没说呢 这不废话吗 叫你注意 哎 我盯着 用票就坐飞机 首先到过欧洲 大家您看 我说这个地区 对不对 亚大利亚海旁边 有个家里半岛 嗯 它这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我到过 它的两个城市 叫斯库台和蒂拉纳 这是两个 我到过河内 平壤老挝康 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这是六个 我可坐飞机啊 坐火箭也行 飞机边行 仰光到曼谷 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十个了 印度德里 新德里 巴基斯坦 卡拉奇 伊斯兰堡 拉瓦尔品地 科伦坡 巴格达 喀布格尔 德黑兰 大马斯国 菲律宾的马尼拉 二十一刚 人家够快的 来吧 我要加速了 来吧 非欧洲 我到阿德伯 联合共和国 首都开罗市 北非洲的阿尔吉利亚 京城 阿尔吉尔城 图尼斯 莫德哥 马里 首都巴马克 摩加底 沙 桑里巴 坦桑尼亚 大雷斯 萨德姆 克纳克里布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圣比德堡 高亚索 哥本 哈根 奥斯路 瑞典 斯德哥 尔摩 赫尔星期 布加罗斯特 布的皮斯 布达格 菲伯林 金 华莎 贝尔格 莱德堡 加利亚索 菲亚 澳大利的 维也纳 伦敦 巴黎 菲洛 马瑞 是名城 日内瓦 马德里 墨尔本 新西兰的会 林顿 华盛顿 旧纪山 夏威夷的 台湘山 墨西哥 城哈巴 那里 圆若内鲁 加的加斯巴 圣多明哥 圣地亚 哥 穆伊 诺斯大 斯 特殊 坎派拉 布萨卡 罗干达 布塞 拉姆 苏特丹 波根 雅典 马达 加斯 雅 老挝 万象 加尔格达 苏门 大辣 中早 土耳其 的安卡拉 多少个辣 我早啊 我是杨坤 我是唐渊 我是张云瑜 赵一剑 祝大家春节快乐 我是凯丽 我是江云 我是法尔妮 我是韩雪 我是霍尊 祝大家 祝大家 祝大家春节快乐 幸福为伴 她人颂外号 静接流 她嗓音红亮 以声传情 为尿为笑 她就是著名 评书表演艺术家 刘兰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她的《月飞传》 《杨家将》等作品 声音远播 五十七年的评书生涯 几经打磨 而今宝刀不老 五十七年的艺术之旅 她心系评书艺术发展 不忘传承 刘兰芳 六岁学唱东北大鼓 十七岁拜师 学说评书 她嗓音红亮 口齿伶俐 以声传情 唯妙唯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她的《月飞传》 《杨家将》等作品 声名远播 名阳四海 她的评书 时而金戈铁马 时而慷慨激昂 她曾经让城市万人空下 也曾让演出广场 水泄不通 五十七年评书生涯 她饱到不老 为时代放歌 青春永驻 为时代抒情 优秀文化 来发扬 相声小品大赛忙 说东逛口 来祝贺 祝您身体 更健康 很高兴参加 今天的演出 首先祝贺 首届中国相声小品大赛 取得圆满成功 看了几场演出 感觉出了不少的新人 这些人 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 在努力传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看来相声小品 后继有人 我也祝贺他们 以及观众朋友们 咱们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幸福 康宁 新春佳节 万象更新 在联皇会上 灯火通明 五彩缤纷 光芒色射 照亮各个角落 墙壁上 一边是二龙戏珠 一边是约阳戏水 这边是赫鲁通春 那边是丹凤朝阳 二龙戏珠 宝珠 旋律夺目 鸳鸯泄水 水流飞溅生花 赫鲁通春 春来万物增辉 丹凤朝阳 阳光普罗大地 大地繁华似锦 长空星光闪烁 说是星 其是灯 说是灯 其是星 若灯 若星 若星 若灯 要所灯 有长星灯 圆星灯 多角灯 节日灯 聚光灯 灰光灯 光岛纤维灯 有红灯 绿灯 紫灯 黄灯 蓝灯 就是没有 黑灯 参加网会人们 有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来自四面八方 各行各业 有关机关 有关单位 有关领导 港澳 通胞 海外 乔炮 国际人各地代表 有戏剧界 电影界 新闻界 出版界 音乐界 美术界 杂界 体育界 曲艺界的 有作家 画家 艺术家 企业家 改革家 歌唱家 曲艺家 还有美食家 看他们 抬就风声 喜洋洋 冲着极日盛装 带着心春愉快 真正是 欢声笑声 歌声掌声 声张悦耳 歌星 笑星 五星 明星 星星 争辉 我们用两周的时间 带大家回顾了 首届 相声小品大赛的 部分作品 这些作品 深入人民群众 扎根生活 反映现实 贴近民心 老一辈的喜剧人 的传承 让新一代的 喜剧新星 冉冉升起 一起给观众朋友们 创作叫得响 留得下 船得开 具有正能量的 好作品 爸 哎呀 哎呀 爸 哎呀 儿子回来了 哎呀 爸你挺好的 挺好挺好 看戏的挺好 我跟你说 爸 我今天特别的忙 对对对 我知道我知道 看你一眼呢 我就得赶紧走啊 没事 看一眼就走啊 行吧 我走了 好慢点 哎哎哎 你干啥叫 不说了吗 看你一眼我就走 就看一眼啊 你不都同意了吗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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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挺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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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吧 你不这样 什么玩意 你 那个方大静出来 你 天天 你大半年没回来 好容易回来一趟 你就看一眼就走 你 啥事 非得去呀你啊 爸你听我说啊 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 本来我可以不去 但我突然听说 董事长也要去 你说董事长都去了 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嗯 那是得懂点事 你去去去去吧 行吧 董事长都去了 下次再回看你啊 哎呀 啊 这个世界都大了 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假花更米都加不起来了 爸 戏过了 过了 我现在灭完呢 爸 我知道您特别想我 嗯 这样好不好 嗯 还有点时间 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十分够了 过一分钟都不行 就十分钟也行啊 哎呀 来来 十分钟倒计时 开始 爸 爸 你说话呀 爸 你说话呀 说话 爸 不是 爸 你能不能 这么 十分钟这么快吗 不是 那个 微博炉里热的面好了 热的什么面子呢 冷面 你拿个 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不是 热了 这样 我时间紧迫 爸 抓紧时间聊天 咱们呢 就捡重点的说 重点啊 重点 重点 哎呀 重点 哦 那个楼下你王爷 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 这啥重点呢 省重点呢 省重点呢 可难搞了 省重点 这可能误会了 我说的重点呢 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哦 对 发生在我身上的 那个爸最近吧 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挺好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 吃的也比较多 不错 然后呢 就是我昨天晚上 上称一称啊 爸比以前 重点 这个重点吗 爸呀 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 我说的重点是 就是咱们家呀 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 重点的事 哦 是 对 是 哎呀 对 有 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 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 你说爸 重点啥呢 这重点呢 爸我看出来了 你啥事没有 是不是 不是 有有 不用紧张啊 你一重点 你这 不知道我也说了 咱们忽略时间问题 好不好 就是也俩唠嗑 唠嗑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 他跟儿子还怎么聊 好不好 你这么说就行 放松 对 放松 对 靠后边 这么聊 这么好了 放松聊 最近挺好的 挺好的 工作长没有啊 长了 身体挺好的 身体挺好 你爸挺好的 我爸 爸呀 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比以前重点 这样子吧 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的 以后想看我呀 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 约我时间 我一旦有时间 马上回来看你 今天先走了啊 走啊 你出这边就别回了你 什么玩意啊 我跟你见面 跟你助理打电话 你啊 约时间 你还是不是我爹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 你是谁来的 爸 我是你儿子 别讲 我是你儿子 爸你别那么客气 谁给你客气了 我还给你客气 我一天天到 哎呀呀呀 哎呀你住 等一下我住凳子了 我住凳子了 你住一点 自己在家 你看你干什么呀 啊 少要劲啊 不是爸 我时间真的很紧 你说我这么忙 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对不对 啊 这样好不好 你呢以后想我了 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 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 啊 咱们俩视频聊天 我不是先给你买了一个 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 大普拉斯 那个就能视频 啊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肯定能视频 那么高级 你可能不会用 来了 我教你 带不带 啊 你看啊 大普拉斯嘛 先把这盖放开 完了之后 普拉斯有盖 爸 我新给你买的大普拉斯呢 对 儿子 我想起来了 有重点 有重点 快快快 坐坐坐 你给我买那个 那个什么脸 那个 那个破破拉举 叫什么玩意儿呢 就多钱了的那个 啊 那个 不贵 啊 值得不贵 不贵是多钱 三百 大五百卖的 最新款 人脸识别 大普拉斯 五百块钱给卖了 卖贵了 咋的了 儿子 有点贵了 爸 咋的了 突然有点滴血糖 我坐会儿 坐坐坐坐 坐这就行了 不不不 别给人做坏了 坐这 哎呀爸 我给你买的按摩椅 我还不能坐会儿 不不不 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 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 坐坐坐 啥意思爸 咋的了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 真皮进口按摩椅 你给卖了 啊 卖了 这一万一的 啥玩意儿 啥一万一 我是说 你万一卖给人家 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不可能 这东西多贵啊 这这么贵的东西 卖人家能不喜欢 这是不是挺贵的 还行吧 多钱来的 一千一 一千一呢 一千一都没卖上吗 爸你可真行啊 没事啊 那个儿子 这可能卖卖赔了 没事没事吧 但这个 这个卖赚了 爸这个卖赚了 多少钱卖的 五百八 又一重鸡 这样爸 先别说话了 看我手势好不好 我爸受刺激 嗯 三百二 嗯 四百九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 孩子一天天的 你这是哭 还是热眼你 哎呀 爸呀 这样好不好 今天呢 你就别拦我了 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这么着急吗 实在有点 供不起了 这几天 我也没还你啥钱 你一天 哎经理经理 哎呦 海参 哎呦 哎叔叔 叔叔您好 来进来进来 叔叔 这个是我们经理 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呀 我不要 这个玩意老贵了 不要拿走 拿走 我不要 太贵了 哦 多贵 多贵不贵 五斤海参 三十五 这么便宜啊 哎呀 这五斤我也吃不了啊 我这样 我自己留一斤 剩下四斤呢 我五十一斤 卖给楼下你理 行 是不是 爸 啊 野生海参 五十一斤 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卖贵了 小张 你跟我妈说 来 啊 啊 叔叔 你给我这个脑子 记错了 错了 这个海参呢 五斤 二十五 五斤 我还 疯了你 疯了呀 什么海参 你十块十多 跟我爸说 到底多少钱 去 啊啊啊啊 哎呀 叔叔 我这个脑子 我又记错了 又记错了 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爸 有一个朋友 是卖海鲜的 卖海鲜呗 我在他那买了 一斤虾皮 虾皮 送了我五斤海参 哎呀 天哪 你朋友就疯了 疯了啊 小赵啊 不是啥意思呀 小赵我跟你说啊 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 发生了什么事 你可能不知道 这样好不好 你帮我捋一下 我爸 要把这个海参 五十一斤卖给我 下我礼 我是不是得赔死 哦 对啊 想个办法 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我怎么咋要啊 想不想正值 想 想办法 去 加油 叔叔 你是要把海参 五十一斤卖给李 是不是 啊对呀 这个 这样 我八十收 可以 漂亮 我真收 哎呀 你不是海参能玩多好熟吗 我实在是张 我自己海参你吃得晚了 那怕啥的 那吃不完腌起来 当咸菜吃呗 那个叔叔啊 我给你现金来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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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 你一天 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钱 爸 我就这么跟你说 我一 我这么跟你说 我一 小张能听见吗 听不着 经理 出去 看好了 这么跟你说 一 二 三 三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经理 你这么厉害呢 不能跟这说 上一机闭 你这 儿子 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 我这样 我这 我这有两万块钱 这两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 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 然后呢 我亲自拿这两万块钱 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 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 我拿这个两万块钱弥补一下 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 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 顶多也就两天 我这样我给你写个价条 爸 我都多大了 你写什么价条啊 你写价条吗 这不很简单 请 那明天发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不是 爸 你到底要干嘛呀 啥干嘛呀 这隔壁你王叔 头天我俩还现象棋呢 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 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 你儿子不在身边 你说老人不在了 你儿子松的松大 你还有啥用呢 你还 是不是 我们这帮老头我太太岁数都大了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 谁能说得准呢 我准备给我儿子请两天假陪我 我这儿有两万块钱陪你 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 如果不够 来日定将奉还 不还是小狗 句号 潘旺财 写于狗年 你把这架条给你们董事长 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 这架就能劈 真的快点 拿着 小张 你帮我给董事长说一声 今天晚上的晚宴 我就不去了 我在家陪我爸 好嘞 经理 那个 我也跟你请了假 我也回家逢了 谢谢 谢谢 aa 感谢观看